阿摩斯书 阿摩斯是位牧羊人 也是栽种桑树的农夫 住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交界的地方 北国大约在150年前独立 参看《猎王纪》上12章 当时由耶罗波安二世统治 他能争善战 打赢过很多战役 为以色列赢得了新的领土 也赚取了很多财富 但在众先知眼中 他是史上最邪恶的君王之一 富足导致人心冷漠 他容许百姓崇拜迦南的偶像 结果引起许多对穷人的不公义和忽视 这件事让阿摩斯忍无可忍 神呼召他北上去伯特利城 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庙宇 所以这城被看得很重要 阿摩斯向伯特利的百姓宣告神的话 这卷书汇总了先知多年的讲道 诗歌和异象 之后他们被编辑成书 让神的子民明白 这是神赐给北国的神圣信息 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需要听到这个信息 阿摩斯书的结构相对清晰 第一至二章是一系列 针对列国和以色列的信息 第三至六章是写给以色列民众和领袖的诗集 第七至九章包含了阿摩斯看到的一系列异象 描绘了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 我们来看看这卷书 书卷开始是一系列短诗 指控以色列邻国的暴力和不公益 这有点奇怪 因为这卷书开篇就提到阿摩斯谴责以色列 来看看思路是如何推进的 当阿摩斯挨个点名周围的邻国时 对查一下地图会发现 他提到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圆圈 以色列就在圆的正中央 好像被瞄准的靶心一样 阿摩斯对以色列的指控比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都长 篇幅超过三倍 语气也更加激烈 他谴责以色列的富人忽视穷人 容许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公益 特别是容许把穷人卖为债务奴隶 而且不断地剥夺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阿摩斯反问 这还是那个曾经遭受不公益的待遇 在埃及为奴的民族吗 还是那个被神从压迫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民族吗 他愤怒地警告说 狂欢要结束了 神不会继续容忍你们的 下一段的开篇解释了原因 神说地上万族中 我只拣选了你 阿摩斯在这里引用了创世纪十二章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家族成为列国的祝福 神接着说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 以色列有一个伟大的呼召 但也伴随着重大的责任 因此他们的罪和叛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一部分收录了阿摩斯写的很多诗歌 有几个重要的主题一再出现 首先他不断地揭露 以色列的妇人和领袖们 假冒伪善的宗教行为 他描写他们定期参加宗教聚会 献上凡祭和祭生 同时却无视穷人和不公义的事 阿摩斯说 这全都是假装的 事实上 神厌恶他们的敬拜 因为这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 完全不相衬 神说 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 才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阿摩斯说 真正的敬拜是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公平和公义 对阿摩斯和其他先知都很重要 在西伯来文中 公义 塞德卡是指人和人之间 不分社会差异 建立的公正 公平的关系准则 在西伯来文中 公平 米什帕意思是 为矫正不公义 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建立公正 两者都进到神子民的生命当中 就像永流的河水 滋润了干旱的河床一样 下一个主题是 阿摩斯谴责以色列的偶像崇拜 北国同南国犹大分裂之后 北国的王建立了两座新的庙宇 为了超过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 他在每座庙宇中 各摆了一只金牛犊 参看《猎王纪》上第十二章 从此 以色列敬拜的偶像越来越多 敬拜的对象 从掌管性的神 到掌管天气和战争的神 在先知的眼中 偶像崇拜必然会导致不公义 因为这些神明 不像以色列的神那样 要求同等程度的公平和公义 更别提他们本身就很邪恶 而以色列的神不是这样 与他们完全不同 所以神说 寻求我就必存活 又对以色列说 你们要寻求良善 不要寻求邪恶 这样才可以存活 显然 真正敬拜创造主 以色列的神就等于慷慨 公义的行善 这几章最后一个主题是 因为以色列百姓和君王 拒绝了阿摩斯和其他先知 神就带来耶和华的日子 这是对以色列又大又严厉的审判 阿摩斯明确地预言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会来攻击并毁灭他们的城市 让百姓流亡 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 大约四十年后 亚述帝国横扫以色列 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 这卷书的结尾 记载了阿摩斯看到的一系列异象 他们象征性地预示了耶和华的日子 他看到以色列被一群蝗虫毁坏 接着被炙热的火毁灭 然后就像烂熟的果子一样被吞灭 在最后一个异象中 阿摩斯看见以色列人在伯特利建的偶像庙宇 神猛烈地击打庙宇的柱子 整个建筑就倒塌了 这个异象表明 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领袖和假神 他们的结局到了 但忽然之间 在最后一段 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以色列被形容为一座被毁坏的建筑 神说有一天 他要在这堆废墟上重建大卫的家 换句话就是 神会从大卫的后裔中 兴起未来的弥赛亚君王 并要重建神子民的家 令人震惊的是 我们得知这个家将包含万国的百姓 所有因以色列的罪和神的审判带来的毁坏 在那一天都会被翻转 最后一段 很重要 它是审判之后 让我们仍有盼望的迹象 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公义和怜悯之间的关系 如果神是良善的 他就必须对抗并审判以色列和列国的罪 但是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恢复他创造的世界 建立一个新的利约之家 所以时至今日 透过阿摩斯的教导 我们仍能听到神呼唤以色列人 从伪善和灾难中吸取教训 真实地敬拜他 这必会带来公正 公义和对邻舍的爱 这就是阿摩斯书的经意